大家好,我叫姜依馨 现在来收看的是我的IOH讲座 首先,我们要先谢谢安科集团总经理何一国先生 别在梦想之后画下句点 因为他的达成是下一个成功的起点 现在这是我的目录 我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还有我为什么要选择大同大学 还有我为什么要念设计系 还有我在大学过程中所有的一些社团的经验 还有我最后针对这四年学习的一些反思 首先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姜依馨 到会的人都叫我淑珊 我现在就读大同大学工业设计学系 毕业于国立竹北高中 先介绍一下我的个性 我是一个私立力很强的人 我不管在哪一个环境 会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然后可以很快地交到很多的朋友 高中以前都在桃园 高中后班都新竹 然后我现在在台北念书 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全都在改变 身边的朋友一直在不停地更换 可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认识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然后也了解到很多不同人的习性 然后也提升了自己交友的实力 然后我是一直很喜欢挑战自己的人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想去做做看 像很多是可能别的女生觉得很害怕高空残跳 或者是一些大家觉得很畏惧的事情 我都想要先去试试看再说 然后接下来我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学校 我就逐大同大学 一般人听到大同大学的反应就是 蛤?是电锅吗? 你们学校毕业的时候会不会送你的电锅 其实我们是大同公司出资创办的学校 现在你看到绿色的大同宝宝代表的是大同大学 红色的大同宝宝代表才是大同公司 然后我们每一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 学校都会送我们一个绿色的大同宝宝当作纪念 这个是非卖品之后大同大学毕业的学生才会拥有 接下来我们因为是大同公司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很多公司的资源 像产学合作或者是很多实习的机会 都会用公司的资源 然后这张照片是我们到大同公司底下的其他企业去 其他企业参访 如果我们的学生可以进去厂区 所以我们就要带着 就是为了安全带安全帽 然后进去厂区里面参观工厂里面的运作情形 然后接下来我们学校很小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们学校一圈 可是我们学校的交通很方便 我们位于就是台北市中心 然后在中山区里面 然后这是校区的地图 我们邻近捷运远山站 还有捷运明全西路站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全部的面积 然后里面还包含着高中部 然后这是我们的宿舍 我在大学四年之内都住在宿舍里面 然后我们的宿舍在大学之中 应该是会管得蛮严格的 因为我们每天十一点半宿舍就会关门 然后十二点就会断起这个大灯 然后两点就会断我们的台灯还有网路 所以两点以后就是一片漆黑 然后这是我们的宿舍 就是四人一间然后小小间的 然后全部都是大同的产品 大同家具啊 大同人气 大同电商 大同电果 还有大同冰箱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大同宝宝 然后因为学校宿舍管很严的关系 所以我们俩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我们在两天以前完成我所有的作业 就是不像一般可能人家说 设计系一定要爆肝啊或之类的 因为两点以后就是一片漆黑 然后我如果要住作业 我就要到公共区域啊 或者是留在学校的工厂 那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可以提前完成作业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科系 我就读工业设计学系 然后我为什么要选择大同公社呢 因为其实工业设计的学校很少 然后扣除掉科大的话 就是没有剩几件 然后每一件的风格有不一样 首先为什么我没有念大家熟知的实践公社 其实我觉得实践公社的话 它的风格是比较艺术化 然后比较强烈一点 然后我们学校大同公社比较 走的是务实派 因为我们是以前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学校 所以我们学校是在设计的领域 也是走比较产业化的务实风格 然后成大公社我觉得它比较理论一点 就是它需要手织很多在身材上的理论 然后可能要学一些数学或微积分之类的 然后为什么没有念科大 像台科大或北科大 我当初就想说我是 我高中是念普通班 然后我以前也没有什么学化的经验 所以我怕我进去科大以后 我和其他同学有能力上的落差 所以我最后选择就是读大同公社 因为它会从基础开始学起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同公社的历史悠久 像我今年大四 我是第四十届的学生 然后现在产业里面 就很多我们毕业的学长 就是在各个各大公司 然后担任设计部的主长 或者是主管 然后很多学校的设计老师 或者是主任 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所以我觉得就是念大同公社 还有可能以后毕业 然后到外面很多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 接下来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学设计 其实我高中毕业以后 跟大部分的学生一样 就是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学什么 当作我的资源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适合使念书的人 就是我的父母也就是认为无可能 我的个性不适合就是坐在那边代板的念书 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我 就是学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之后决定去学设计 然后其实设计系也不是都不念书 像这个是我的人医工程课 人医工程有点像大家熟知的人体工学 然后因为这个领域虽然要念书 可是是可以辅助我的设计更加进一步 所以我念起来不会那么吃力 接下来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设计系是不是很会画图 我考大学的时候是在第一阶段申请入学的时候 就是申请大同公社 然后那个时候面试还要考素科 然后我考试前一天才去书局买那最便宜的素描笔句话 然后我妈还在家里跟我说 你要不要先把我的笔打开啊 你不要到现场去拆封有点丢脸 那我就到现场去 然后我就凭着我对素描一些印象 然后还用手在那边慢慢把画笔晕开 然后考完试后才发现所有的手都很干净 之后我的手就是超紧张超级黑 因为我不会一些素描技巧 然后当初去面试的时候我也没有做评级 我就评着就是我很想念设计 然后就把我的小白在面试的时候就跟教授讲 然后跟他讲我认为的工业设计应该是什么东西 然后也很幸运就是背群然后上了大堂公社 然后我没有学过美术之类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我只有在国小的时候学过画画 而且我学的是水彩的西画 然后跟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相关 然后我上大学以后就是在基础课上 其实老师会从头教起像素描啊 还有一些手绘技巧 老师会从头开始教 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不算太大 然后也是在后期就是自己再更加紧努力一点 所以其实和统才之间落差并没有说非常的严重 接下来一般人就是很好奇的就是 公社系在学什么啊 就是我们常说就是你们看得到的所有东西 几乎都是工业设计设计的 像大到跑车啊 或者是外台公的飞行船 然后小到回文针 或者是你身边的家具 都是工业设计的伴酬 然后一般人可能还会说 那工业设计器和其他设计器差在哪里 那常听到的商业设计或平面设计是什么 商业设计是比较偏可能包装和行销上的设计 然后平面设计可能就斟酌在平面的排斑 或者是自己上的设计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学什么东西 其实工业设计要学的非常多 因为和高中以前所学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要从零开始重新学起 所以我们常常说工业设计是一个万能的科系 像我们要画Sketch Sketch就是常说的手绘技巧 我们会利用麦克笔啊 或是戴真笔一些用颜色去表现这个产品 可能明暗然后凸 然后去呈现我们所画出的产品的外型 然后就是用手稿去显示 再来就是我们画出一些工具 像我们常用的麦克笔 这是Copy 麦克笔 然后它还蛮贵的 一盒资料六七十块 然后我们买一盒可能要四千多块 然后还有游性的色签笔啊 还有带真笔之类去辅助我们做设计 然后再来就是做模型的能力 还有就是机构 像机构很多问题我们要自己去解决 然后可能会说那这些老师会教吗 当然不会啊 居然老师只会教你最基础的一些知识 然后更深入的运用和理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可能上网搜寻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就是互相研究磨合 或者是请教学长解决 就是要自学比较重 然后我们常常笑说我们死到零头就变万能了 其实在最后要交作业的时候就算你再怎么补婚 你也会变出一项作业给老师 再来就是工厂的生活 工艺设计系来对工艺设计系来说工厂很重要 它像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是一个有爱用会的地方 像这张照片是我们大师的专题教室 然后我们都会在这边可能讨论专题啊 或是熬夜做模型啊做展板之类的 然后这是我们学校的工厂 然后里面有砂轮机、带锯机 然后灯控成型机、雷射钓壳和CNC之类的 然后就是每到其中期末就是 全系的学生都会在这边一起做作业 然后这是我们的工厂 其实我们的工厂不像一般人对工厂的印象就是 或是灰灰灰旧旧的啊 或是很脏乱之类的 就是我们的工厂这几年 和Future WORST的一个厂商合作 然后改造我们的工厂 让它变更有设计感更疏舒适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工厂的环境 其实大家就会一起讨论啊 然后声上去跟工厂,做很多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用做模型的材质 像我们可能会用木头、密及板之类的 PU就是泡棉 ABS是热塑性的塑胶 还有3D电影 或是用一些其他的材料 或是现有的东西去改造 改造成我们想要的模型 像这个就是3D电影机 像现在3D电影机很行 然后我们学校也会针对这个 这个趋势去开设相关的课程 还有语境相关的机具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跟着现在的时代的进步 然后这是我们的工具 像这是我自己私人的 就是手持式的电钻 还有它的配件 像其实我们常说工业设计的女生 就是学久了 要看到这种好用的工具啊 或是什么铁锤很好握 我们就会很兴奋 然后很想去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就是变成我们自己 就是在做模型时候的一些工具 然后辅助我们自己 然后这是我们在工厂的照片 然后一般人会想说 诗意系的学生是不是都美美了啦 然后打扮成新潮 可是其实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就 非常的狼狈 像我们都要穿着工作服 那因为粉尘之类都有毒 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可能两三天就没有睡 没有回宿舍 然后就很脏乱 然后傲在工厂 然后也会穿架 就直接出去Seven买晚餐吃之类的 就是非常的狼狈 然后这是我们熬夜 两三天之后的工作组 就很脏 它们有食物啊 饮料 还有一些沙子的残骸 还有模型工具 直接就是散落在桌子上 再来就是我想讲一下 我去实习的经验 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 就先去实习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才刚上 刚上完大二的课程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不会 可是我想说我想要在未来的暑假 有更多的规划 所以我选择就是先去实习 然后那时候去了药月科技 然后药月就是 它全名叫做Summerlake 然后一般人比较长子的就是 药月太阳王 它是一个电竞队 我们公司自己的电竞队 然后因为这样是我在实习的时候 跟着公司去看 就是电竞比赛 然后这一场是 药月太阳王队 对北华裔Spider的SF总决赛 然后我为什么要选择去药月科技实习 其实我那时候很弱 就是才大二而已 就是刚学会一些设计的概念 然后我怎么会选择一间科技公司去实习 其实是因为我的知数学界 他是上一间实习生 然后还要学校老师的推荐 然后我就带走作品集 就是跑去一个 就是跑去一间科技公司面试 然后很轻易的就是被药月入区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去大公司实习 就会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我需要可以在有限的学生时候 就是有累积各个不同行业的经验 像可能设计就分成有 大的科技公司里面的设计部门 然后我是小型个人设计师的小型工作室 所以我想要累积这两种不同生活环境 然后去找找看哪一个环境适合我 然后在未来可能有机会 我也想要试试下去小型的工作室实习 所以大家一定要和学长济浩老师保持很好的关系哦 然后接下来我讲的就是我们公式的文化 我们公式的文化就是一直吃 就是我可能就是很忙着手在 一只手在建模啊 那是滑鼠 然后立马一边设计师就说 你要不要吃鱿鱼死啊 那我们就被骗着就是 嘴巴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脑袋要一直转 所以我现在问我想要怎么画 然后这一期会吃我们吃很多点心 然后公司的幅度我们也要吃 然后有人升任的时候我们也要吃 好啦那其实不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啦 我们公司是一些很开放的公司 是我们公司对员工的自由活动 就是非常多 它这个就是我们在拼乐到 就是公司很特别 它是把公司整个公司各个部门 可能行销部啊 总务部啊 机构部啊 设计部就是打三层不同的组点 然后每一季可能就会一起参与公司的不同的活动 然后像这个就是帮公司的视觉强 又乐高就是拼出那个乐主视觉 然后这是我的公司 还有我们的其他设计师 像我们公司是设计一些电脑中边的商品啊 像滑鼠啊 或者是机壳里面的风扇外形 所以就是大部分都是男色的设计师居多 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女生 她说我还是想要试试看 然后我就这样 就是跟同学就是跑去这个 就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可是又想要挑战看看 然后这是我在公司的一些状况 右边那张照片是我参加公司的封面设计比赛 然后那时候还在董事长面前发表的设计 然后左边那个是公司请我帮他设计小机壳的外形 所以我就在公司念年图还有化水产 接下来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一间大公司的运作模式 就是一间这么大200多个人的公司 需要各个不同单位的配合 然后不同人的协调 然后我也学会了团队的合作 我要怎么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然后不同年龄不同性格 然后能力也不同 然后端子旁边不同的人去磨合 然后做合作沟通 再来就是产业界现在的现况和需求 产业界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然后他们到底需要的是哪些专业 然后还有我自己缺少了什么 是不是应该自己去增强一些可能产业界现在其实需要希望人才要有 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的能力 再来我想讲就是发表和评图 然后这次设计系就是我们常说是我们的第一 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科系 可能需要起中考或是期末考 我们所有的分数就是取决于我们发表和评图上的表现 然后想讲一下这次设计的过程 像我们可能设计就是要发想 然后开始画手绘的sketch 然后开始设计外形 然后开始建3D 然后建里面的机构 然后开始做他整个的模型 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无限的被R 然后什么是被R呢 被R就是retry 就是加油再回去做一次吧 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做完一个然后交出去 然后被退回来以后 然后再做然后再回去 就是这样子无限的循环 可是其实被R那么多次以后 也觉得就是这过程其实就慢慢的要自己进步 然后这是我们评图的过程 就是近距离的改老师可能批判你啊 然后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告诉你的缺点是什么 然后需要哪里更改 然后我们也会和外籍老师有英文发表 就是听听看可能在不同国家人 他们对我们产品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或不同的看法 然后也会有这种巡回式的展览 就是学长姐啊学弟妹都会来 然后就是依他们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作品 然后给我们一些回馈 或者是他们觉得哪里有需要再改建的地方 然后其实 然后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未来的出入 就是设计系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然后像我就是选择你的研究所 我已经在第一阶段申请进入大同工社所 然后也很多同学会选择出国或者是交换 像我选择大同工社所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硕士班和博士班 然后也有非常健全的交换生制度 就是你可以选择去美国或去日本做交换 然后假如你是台湾自己的学费 然后学校也会给你奖学金啊 然后补助你就是到国外去学习 所以我最后就觉得这个还蛮适合我啊 我想试试看 然后我就选择留在大同念研究所 然后也很多同学会自己申请出国 就是自己到国外去念研究所 然后也很多同学就会选择去各领域就业 然后其实我们大学四年之内已经学到了一些 就是可以足够你出去产业界开始学习的能力 所以其实直接出去也不用太担心说自己会不会能力不足啊 然后也很多同学会在这个时候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去的领域 可能不一定是着重在工业设计 可能会往可能展场或是什么其他方面去发展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说 现在设计器的学算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取代 可是我觉得像工业设计只要保持自己的专业性 还有你不可被取代的理由 那工业设计就有一条自己的路 然后也很多人说 设计器是不是都是一群文青啊 然后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只是想把你的生活过得有质感 然后过得比较有个性 因为可能就是平平都在生活嘛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那我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比较美的事物 然后提升自己一些生活的品质 然后很多设计器的学生就会这样想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很多文青之类的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 这些职业病还有职业伤害 然后职业伤害可能就是会肩膀痛啊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坐在电脑前面 就是用滑鼠 然后一个姿势久了 就是肩颈酸痛 然后后来或者是就是眼睛疲劳 因为你要一直盯着电脑就是建模啊 画图之类的就很累了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职业病 就是我们看到没有对齐的东西 就会觉得浑身浮沉快就很想去把它移一移 然后把它弄堆齐 或者是看到这种很强烈的配色 或是很奇怪的字体会觉得很崩溃 就是觉得可不可以把它改一改 或全身就是痒痒的 然后头很痛之类的 然后再来是玻璃性 就是我觉得设计器受打击的能力很强 就是不只工业设计 其他设计器应该也一样 就我们可能发表的时候 老师就会跟你说 你东西真的超丑的 你这个是不是从垃圾都会捡来的啊 他就把你的东西可能就丢掉之类的 就说你给我回去重做 然后明天再来一次之类的 然后刚开始就觉得超难过 是我做了这么久 老师你家说我的东西是垃圾 可是久了我就觉得 那我就重做吧 就是已经习惯了 因为其实在无限重做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真的发现到你的产品了 真的有某些确定 然后需要持续改进 然后这些过程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慢慢进步的原因 然后我讲一下 就是对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看我们有机构学 我们那时候机构学就是 摔鸡蛋 那时候的题目是 你要用珍珠板 就是软的材质 然后只能用一个 同样的单元形 就是一个 一样的形状 然后去组合拼凑 然后保护你的鸡蛋 让它从我们的10层楼上 摔下来都不会破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才摔到5楼 那时候就破掉了 可是真的很多同学 就是从10楼摔下来都没破 就真的那个机构很厉害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齿轮的作业 像我们那时候就是用一些齿轮 然后去做一些脸动感应 然后就是带动一个整个游乐宇 像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抽笔头热语 这里面有摩天轮 然后自有落体之类的 然后再来我也很喜欢软体课 因为我觉得可以用软体 然后把我的设计 就是实际的做出来 这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像我们常用的就是 AI Illustrator 然后它是一个向量挡的软体 所以它在放大缩小的时候 让你的作品不会失真 然后它常常用来插画 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排版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 用伊拉做一些作业 像我做一个我个人的logo 然后右边它是在网路上找一张图 然后我自己用伊拉把它全部重画 重置一次 那这是我那时候做一些 简单的改版的BM作业 然后再来就是Photoshop Photoshop就是大家常听到 PS的修图软体 就是它常常被用来 假如我们是要往美的修图 就是用PS的液化 就是把它修瘦一点 或者是修不修大一点 就是用这个软体做 然后它是点正档 所以它在放大缩小的时候 比较容易有模糊的现象 然后它常常被用来 像修图 还有合成照片 或是使用它的濾镜功能 就是把你的照片的明暗度 还有保护度去做调整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 用Photoshop做的一些 笔刷的作业 那右边就是 我模仿那个 戴震书的女孩的那一幅 不明化去画质 然后它有ID 印第3 它常常被用来做书籍 上的排版 然后可能用来排乡杂志 这种很多页 就是连续很多共同性的 然后需要编辑可能一两百页的 编辑它的那个页嘛 我们就会用印第3去做 然后再来就是Creature Proture就是它熟知的PhotE 它是一个3D的绘图软体 然后它需要也是有 比较好的立体的空间的概念 然后它也是现在 企业界比较喜欢优的软体 因为它有比较精准的尺寸 这个概念 像你在生产上 它尺寸才不会有误差 然后这个就是Creature的界面 然后我们就是在画的时候 就需要考虑到 可能你这个面 需要建在XY还是Z轴上 然后你需要从哪一个面 颜色到哪一个面 然后你倒这个角到会破掉之类的 然后像这个就是一些细节 像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可能分模线的配置 然后开关 然后可动间 还不可动间 需要留多少距离之类 就是我们需要 在建模时候考虑到 然后再来这是Key Sharp P-Shirt是一种彩线软体 什么是彩线呢 彩线就是把你的模型 上上它应该要有材质 还有它的颜色 还有它可能这个环境上的灯光 去做一个仿真的效果 像这就是刚刚我用 佛依化的那个模型 然后现在用P-Shirt 然后再应该要 上彩的地方 上上它的材质 像这里白色就要塑胶 然后黑色的地方 可能是金属之类 我就会把它上上彩质 然后再 挑着它的光源 还有饱和度 然后去把这个产品 就是做得更像 然后一个你真的效果 再来就是一些 笔修的课程 然后设计技术师大一很重要的课 就是它开始培养大一最刚开始的一些创意的概念 但这是我那时候做的一个本 那时候的题目 是你只能用现有的材料去做 现有的材质 然后不能去改变它的造型 不能用现有的造型去 就是你要用现有的东西去 堆一点所有的作品 那我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鱼缸 然后上面那一个一个很像玻璃的 其实是透明的塑胶作点 然后把它割下来 然后就把它卷起来 然后再拧上去 然后里面装上LED灯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会选择的Discord灯 就还蛮特别的 就是自己现在看也觉得当初做的蛮酷的 然后大二就是产品设计 它是第一次开始接 就是选设计开始到现在 是真的接触到实际的产品 就是在大二的时候 看这是我那时候做的电话 左边那个其实是纸样 就是我那时候在纸上就是开始自己割 然后精算了它的尺寸 然后看处了起来会有问题 然后再把那个尺寸 就是画质到 绘图人体里面 然后再把它送去给 雷射雕刻的厂商 帮我雷雕出压克力 然后我再把它拿回来拼起来 然后就是 一系列的过程 然后就把它做成我的电话 在右边呢 就是它最后完成的样子 然后这是吹风机 我当时也是一样 就是在纸上 就是算把它的尺寸 之类的 然后角度该多少 加角到多少 然后最后就把它 把压克力一样掉出来 然后就是 开始补涂 然后组合起来 就像右边那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研磨 把它抹平 然后开始上底漆 然后继续抹 然后右边就是我上完射漆 然后装上机构的样子 这样子模型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大三 比较重要的就是产品开发 它和产品设计不一样 就是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产品设计老师可能会给你一个主题 像比如说我这次要吹风机 我要点火枪之类的 可是产品开发 你要自己去发掘问题一点 然后自己去做出那个解决的方案 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领域 像文创啊之类的 像我那时候 他同学就是把一个文创公司做了一个设计 他那时候就是希望就是以节庆为主题 去做一系列的周边商品 然后也因为这个案子 然后我们也拿到了设计授选的合约书 所以现在看就是很有成就感 就是自己的设计得到了厂商的认可 然后去生产量化 接下来就是大四最重要的就是专题 专题就是为了隔年 每年五月的新一代设计站 它是一个全台湾所有的工业设计系 还有可能媒体设计和建设计的学生都会参与的一个展览 就是非常盛大 然后我们同学一整年就是为了这个展览做筹备 然后可能就是一样去解决一个自己 把它想到的设计的问题 然后到展览的可能这个展场的策划呀 然后专开的编辑呀 然后每个一切的流程都是由我们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再来就是选修课 我们系系业开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学生课 就是可以协助你去找到你真的有兴趣的设计的方向 像我们学校开过展场设计课 那时候是请一个业界的展场设计师来教我们 然后老师就请我们就是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一代的展场 那就是那时候我们这组建的展场还有模型 然后老师也会告诉我们可能 一些业界上在发包的时候考量的 像哪里需要落柱啊 然后哪里像地台的专业尺寸应该 重要是多少之类 就是各个金属的尺寸 老师也会跟我们讲就是他在业界上就是碰到的事情 然后也会协助我们以后就是增加很多这种相关的经验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能就会往展场设计去发展 然后接下来是平面设计 这是我们那时候帮学校做的就是平面的宣传的库卡 然后这是我帮志工团做的标准字的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公安设计系也会跨足到平面设计的领域 因为其实在我们一般做设计的过程之后 我们也会就是运用到平面设计的概念 所以很多同学会跨足平面设计的领域 再来就是包装设计课 像这是我那时候帮一个天然乳丽做的包装 是一个很大自然的概念去做的 然后这就是他的刀膜 就是他的外盒的刀膜图 然后画这个图就是给产生 他就会沿着你的刀膜线去做裁线 然后组合出你要的外包装盒 再来就是摄影课 然后我们从摄影课老师会将你使用摄影棚的器材 可能灯光怎么打 然后哪边需要遮光 然后影子怎样才会强烈或影子会模糊 然后摄影机该怎么用 像你的胆眼相机可能光就会怎么调啊 ISO是什么意思啊之类的 是不是会教你 然后因为这样我们就进棚 然后拍了不少很gay般的照片 然后你会在这种过程 其实可以发现到自己不同的面向 但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拍的设计师的形象照 然后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就是很有意思 然后同时你会体会到就是拍照的背面的形状 就是可能一上面没的照片 然后后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就是协助你 像主编那张是我那时候帮他们当model拍的照片 然后是很辛苦 就是model他挺很直 然后我拍完了就是全身痠痛 然后脚还抽筋 然后才拍出一张张 就是真的比较好看比较完美的照片 所以很辛苦 可是很特别 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再来就是我的课外活动 其实我参加了大学几年也参加了蛮多的课外活动 像这是我那时候去大学博览会 我去了三次 然后那时候我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很多高中生 就是他们可能会来询问公园我们学校一些事情 还有询问我们公园设计师在做什么 我就跟他们解释 然后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的经验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也是加入学校戏学会 我当初加工想说大学就是要加入戏学会啊 就感觉很热心 然后可以参与很多不同的活动 然后认识很多人 所以我那时候担任职系学会的公园长 然后公园长其实在我学到蛮多 就是我学会语言沟通 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去和老师啊主任 就是讲很多事情 然后请他们来参加活动 然后老师也会常常就是跟你闲聊 然后也跟你讲很多就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蛮有趣的 就是当公园长也学到很多事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最骄傲的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当任公园长的期间 我举办了一个千人的圣诞派对 这是我那时候觉得很疯狂的一件事 就是我带着一千多个人 然后一起去夜店跳舞 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的同学 就是这个主事举也是我们这些同学做的 然后那个时候粉丝团的按赞人数有三千多个人 然后右边那是我当总招的时候的 倒出我的概念招 然后这也是那时候的主事举 就是我们叫巅峰派对 然后四个五间学校有个科系 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就是组合 我们就想要颠覆传统人队 就是舞会那种很浪漫啊 然后跳漫舞的概念 可是我们又想要带着同学去外面疯狂 可是很多同学可能也很想体验 可以看看所谓的夜深舞的文化 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危险 然后不敢去参与 然后我们就提供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然后是单纯只有学生的环境 然后也去小时候看这个不同的经验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当总招 在台上也是喂酒 然后一个万人触游的感觉 然后现在看到招牌就觉得非常的熟 然后其实这舞会 只能让我学到很多事情 是舞会的背后 像我们当初就是为了要寻找 配合的学校也找了很久 因为很多学校可能不会认同学生去办这种舞会 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还蛮开放 就是主任觉得我们只要可以保护好自己 我们就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这之间就是不同科系学生的想法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沟通 然后和学校里面的人沟通 然后和对外沟通 然后和夜店那方面的沟通 所以其实成功的背后 是有很多的辛苦啊 像我们可能要很辛苦 就是每天很晚 然后还要跑到很远的学校去和各个总装开会 然后像倒数照之类也是我们很辛苦 就带着很多同学 然后拍了三十几个马斗 然后再来就是银星的素宁 就其实公升系的感情还蛮好的 就是大家会一起玩 然后一起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去素宁的照片 我们大一到大三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参加 所以非常的壮观 然后所有人那两天就一起玩得很疯狂 然后就是做很多increed的事情 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发挥设计器的专场 就是想要去下雪滴杯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可怕的道具啊 然后想要去就是办一个夜游的活动 然后这也是我们那时候一些照片 像很多人都说我们设计器 其实是玩起来其实也风风电电的 就其实还蛮夸张的啊 可是很有趣啊 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办很多活动 像我们可能只是想办个烤肉活动 然后就把它弄成一个复古的party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主题 就是大家都要穿得很复古 然后我们还去拍很多 自己拍很多复古的MV 然后给大家唱歌 然后我们还把猪肉摊斑斓 然后那时候是很多同学就是穿很复古 然后再和猪肉摊的老板 就是玩那个喜巴拉 然后再堵香肠 然后现在看这个画面就很有趣 然后我们系列是会为了很多活动 然后就是发挥很多心思 然后这是我们的奇末展 奇末展就是我们要整合我们大学 可能这个学期来说的作品 然后就是拿到校外去展示 然后我们这几年是和原山的花博合作 然后他每天就是来来回回经过人有上千人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会来看我们的展品 然后可能有业界人士啊 或者是一些民众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购买我们的设计 然后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展览的样子 就是非常多同学来参加 然后也会为了每一个展览 然后设计不同的主视觉 然后其实到处都可以是我们的展览空间 只是这是我们学校那时候的同学做设计心理的作品 它是一个用错识的概念去做成的一个平面转地体的感觉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就是有去玩 这个其实是系学会那时候讲座的宣传 可是我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它 就是吸引很多同学的参观 然后我同时也是学校的德国学办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和德国的司徒加特大学有做交换 就是每年我们会有很多学生就是过去那边做暑期的交换 然后寒假的时候他们也会派学生来台湾 然后就是学习中文 学习一些中...就是华人的文化之类的 那我们那时候也有去帮忙 就是帮他们试音学校的校园 这是我们那时候和学伴们的合照 然后同时我也是学校的国际院的事工 然后我在大三生大四的暑假 就是决定受了四个月的培训 然后到越南两个礼拜 然后到那边后才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和我们学校的不太一样 就是越南那边小朋友其实 他们生活有点像五名年代的台湾 就比较入侯 然后小朋友可能 就是他们对山西产品之类的就是不太熟 他们每天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在 校园上面就是打刺脚跑来跑去 然后就是玩跳绳 踢踢球之类的 然后他们其实很天真 像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要离开了 然后校长还送我们斗地 然后就带着小朋友 就是还送我们到最后一刻 就是都舍不得我们走 然后他们就是笑得很灿烂 然后也不害怕我们 可能是一群不认识的外国人 然后也不会讲他们的语言 可是他们却很热情的就是和我们相处 然后他们其实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去给他们资源 然后或者是只是教他们念书 然后教他们一些卫生教育的人 可是其实我们带给他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给他们的陪伴 就是他们很希望我们可以陪他们 即使我们语言都不通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那时候带着妹妹 就是他们真的很可爱 然后他们就是很瘦小 然后其实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然后我越南话也只会讲一些 然后他们其实也听不懂我的口音 然后我们就只能靠翻译的一些简单翻译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语言去沟通 可是我发现其实这么简单的沟通 其实其实没有障碍 就是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对方也真的在想什么 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感动 然后就是那时候小朋友的照片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都很开心 然后就是在奔跑啊 然后抱住我们 然后想和我们一起玩 然后这张照片 其实是我们那个时候服务已经结束了 还是我们准备要离开这间学校 然后小朋友他们其实放学 他们应该可以回家 可是他们就不走 然后就跑进我们的准备室里面 然后就是和我们待到周围的床上 一直拉着我们 就是看他们学校的一些作品 然后想要跟我们讲话 甚至还写感谢信给我们的团员 然后我们就是感到到都快哭了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的照片 像左边那个炒作的床 其实是小朋友送给我们的 他们没有什么玩具 他们的玩具就是随手去路上拔下来的野草啊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把它折起来 然后就是变成昆虫 然后就一直送给我们 然后因为剪很多花 然后就一直塞给我们 就是想要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感谢 然后再来就是我很珍惜的 就是我们运来自共同团员这间感情 我们其实只有14个团员 然后我们14个人要带 就是带这么多小朋友 然后两个礼拜就是去两间不同的学校 然后教各种不同的课程 然后这过程 其实我们是来自不同科系 然后以前也不认识的同学 我们是一起被征选 然后接受培训 然后才认识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前进 然后不是为了利益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只是为了让小朋友 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而已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去越南 我们还就是做了很多时候 婚姻品啊 然后还有水果鼻子啊 这些就是在校庭的时候义卖 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帮助我们 然后抽到足够的旅费 然后到越南去帮助那些小孩 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出发前 出发后的一些对比照 他们准备那些是我出发前 我告诉自己 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像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大学三年了 我就是每天就是忙我的作业啊 然后或者是和校内的同学一起玩 可是我没有真的做一个 就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就决定我要到越南去当自贡 然后我想要去看看 就是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 然后去对这个社会有一点付出和奉献 然后因为被那个就是我结束服务以后 拿到感谢床 就是那个心情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非常区域 就是我自己真的完成了一件事情 然后好像要得到认可 我真的对这事件有一点小小的付出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觉得经验是 然后自己去做 然后自己去累积的 你如果坐在那边等 经验是不会自己找上门的 然后那时候是 炮炮台湾的志工 他是一个来自夏威夷的活动 然后他那时候是带着很多世界各地的设计师 艺术家 然后做一个街头彩绘的艺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帮助那些街头艺术家 然后就是彩绘他的墙面 然后可能有些是外国艺术家 我们就要英文和他沟通 看他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也可以就是最直接最近距离 和那些艺术家聊天 就是了解他对设计的想法 或者是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人身上有什么不同的规划 所以在那几天的过程我也学到了很多 然后那时候服务的地方是 松烟文创基地 然后那时候是帮薛还有Chimp 就是画他们的墙壁 然后Chimp在家手这个拿来磨 我那时候就是跑去那边 然后刚好碰到他 然后就当做他的志工 还看他合照 然后再来就是游学 然后我在高一的时候 就是选择去加拿大游学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害怕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离开家 然后到一个讲英文的地方 然后我爸妈又不在我身边 然后大概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就很害怕 英文又不好 然后就很担心啊 然后自己也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有没有办法就是 适应那里的环境 然后那时候就是走在外国的街头 然后体验着不同的生活 其实就是感受他 国外和台湾的差异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 外国原谅不一定比较远 就是也可以发现自己 台湾很美好的地方 然后也很神奇 我现在所居住的环境 然后那时候也 这是我的CA CA就是有点像助教 他们就是学校那时候 派来陪我们的学生 然后他就是会帮助我们 适应那边的环境 然后带着我们 就是到处走走逛逛 然后我到现在还跟他就是有保持联络 然后他还有在台湾找我玩 就是交到里头非常知心的好朋友 然后这是我寄养家庭的妈妈 我那时候是住在寄养家庭 那我们哄妈其实很照顾我 就是他很担心我 他就觉得在他眼里 我们就小小的 然后很像小学生 可是我那时候已经高一了 然后就觉得我会不会吃不饱啊 会不会很想家 会不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然后他就每天就是很担心 他就照顾我 然后关心我在学校的生活 然后他会教我写作业 然后也会带我们去很多很重力的事件景观 像这个事件给大家录一十五 就是灯很漂亮 然后那个雪景很壮观 然后也因为这样 我大概高三的时候又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争取去了英国 然后那时候比较特别 就是我那时候念的是国际学校 那时候念Brighton College 就是Brighton学院 然后那里的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像我那时候同班的同学是一个芬兰尼 就是跟芬兰的学生一起上课 然后就体验到好像在电影里面的生活 可是好像又不太一样 就是你实际上去体会 发现好像也不是全部都听到电影里面 演得这么顺利 这么美好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的季兰家庭 就是我两次游学都选择住在季兰家庭 是因为我觉得住在季兰家庭 我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外国的生活 然后也可以真的杜绝自己去讲中文的欲望 就是都是用全英文 然后还记得很沟通 然后旁边那个最右边那是我的芬兰室 所以我总是也认识到 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 然后我回来以后 我哄妈就是传讯息 然后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她跟我说 You are such an amazing country 所以她说 你们真的这国家很神奇 我那时候还问她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说我们很神奇 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 她那个时候以为 就是我们 就是亚洲的学生 到英国去 我们英文可能只会 Hello I am hungry 这几句而已 她没有想到 我就是跟她 就是做基本的沟通 就是她基本 她跟我讲的简单对话 我可以回应她 然后我回到台湾以后 就是我还可以跟她用message 做联络 就是她可能传讯息给我 然后我阅读 然后我再自己打字 然后再存给她 她就觉得说 其实你们就是学会很多啊 然后那时候也感觉说 哦 虽然原来我就是没有 我想象中有怎么弱 就是我一直很担心 自己英文很破烂 然后什么都不会 然后讲话可能都听不懂 然后才知道 其实在他们眼中 就是有一种得到认可感 然后也提升我的自信心 然后就是让我更愿意 就是更有动力去学习 就是英文 或者是更其他的语言之类的 然后再来是一些反思还有回馈 就是我在大学四年 就是念了设计以后 让我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大学四年 就是念设计以后 让我变成一个很在乎细节 像我以前可能是一个大喇喇 然后做事情都不拘小解释 等过且过就好 那现在因为生活之后 知道同学的关系 然后老师来讲 我想要我做色品 作品 然后对自己的一些细节 就是想要刁砖一点 然后为了自己更完美的作品 然后也会培养自己的个性 就是变得比较在乎质感 然后在乎一些小细节 还有美学 然后做事上也变得比较细心 然后再来就是感性与理性 就很多人觉得设计师 是一群感性的人 就是他们从感性 就是做事情 都是一些天马情况 然后都是从心理上去发现 可是我觉得 其实尤其是工业设计师 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必存的科系 就是我从感性的角度 去找到这个设计的理由 去发想我的设计 可是我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它 所以这其实改变了很多看事情的面向 就是我可能在看这件事情 我不会从这么主观的角度去看 我可能会换个当事人 然后换个想法去剖析这件事情 所以这其实改变了 我看世界的很多角度 再来就是我反思一下 我的高中与大学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 比起高中我做事情更有规划 因为高中可能就是听 住在家里 然后都听学校老师 每天要考什么 我就做什么这样 可是大学我自己住在外面 就是一切的生活规划 就是要靠我自己 然后这一切的老师 可能也不会就是 要求你这么多 然后不会一直刁转你的生活细节 然后你就要自己做好安排 然后自己排好自己功课的进度之类 所以就要学会对自己的生活 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做一些负责 再来就是如果可以重来 如果可以回到我才大一的时候的话 我会希望自己可以走出我的舒适圈 就是我想要去体验更多校外活动 像可能大学几年 我就是都留在自己学校 然后和自己熟悉的老师 从学相处 不然就是回家 然后就一直都是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 然后如果可以回到以前 我会希望自己是挑战不同的领域 然后去参加更多校外的活动 然后可能不只是玩乐性的活动 然后我可能会参加一些学术性的活动 然后我可能会参加一些学术性的活动 就是可以真的更 快阔自己的事业 然后可能也会承受一些不同的打击 可是可以帮助自己跟激励 再来就是我觉得多方教友真的很重要 就是不管遇到 就是在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这某个专业领域的同学来帮助你 可是你却发现你没有认识这个科系 或者没有认识这个专业的人 就会觉得很无助很茫然 然后如果你就是在不同的活动之类的 就是认识到很多人 然后主动就是愿意和他们交流 然后可能哪一天你发生事情 你可能就想到说 我好像有这方面的好友 你可以去我的Facebook搜寻一下 然后就是去传续群 然后询问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之类的 所以其实交友真的很重要 然后也不局限于同年纪的人 你可以找比你自己年纪小的人 或是比你年长的出社会的人士 甚至是外国不同种族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可以帮助你看事情的景观 就是更多样 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的态度有改变 就是我会学会真的对自己做负责任 然后也要相信自己真的做得到 不能畏畏所说的 就是改变自己做很多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生活就是要笑着过 就是不管办法什么事情 就是要保持笑容 然后就是用很愉快的心情去接受各种不同的挑战 然后和同学之间就是和朋友之间做相处 然后成为一个就是让大家愿意帮助你 然后自己也过得比较快乐的人 然后再来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只要踏出去没有不可能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就不要犹豫 就是认真的踏出去做吧 像我当初选越南志峰也是 我其实犹豫了很久 结果我很担心我可能不太会很多事情 然后我会不会去 然后给大家造成困扰 然后变成一个脱油瓶之类 然后我一直犹豫到就是报名节省最后一天 然后我才下定决先是把报名表寄出去 就觉得我要去尝试看看 然后舞会的种招也是 我那时候其实我想 我没有参加过圣诞舞会 然后我甚至没有去过夜店 那我没有办法升任这个 就像不可能的能人物一样 然后也是一直犹豫 因为想说 可是我大学生活只有这一次 我是不是疯狂也只有这一次 就是决定就是要去挑战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然后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反复 然后下定决定 下定决心去做 然后我其实得到了很多回馈 所以我现在做很多事情 我就会觉得就是不要犹豫了 就是在自己就是还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快点去做吧 就是你可能会得到很多不同的回馈 然后这是我的IOH讲座 然后我希望大家看完我的IOH讲座以后 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去找到更多的方向 然后也可以对大同大学还有工业设计系 有更多的理解 然后也可能也透过我的人生的一些经验 然后去反思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真的兴趣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 欢迎来找我 然后以上是我的IOH讲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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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